欢迎来到公布者 下面我们来学习前手直拳 在学习前手直拳之前 我们先要熟悉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以脊椎为种垂直的一条线 两条线是右肩到左宽 左肩到右宽 这个条安置直线 这三条线在拳击的应用当中非常重要 也应用了非常多 前手直拳就是以脊椎为种 做的水平旋转的一条线 好 下面我们进行前手直拳的教练 基本姿势站好 进入击打状态 身体操向前倾 手端起来 目指前方 后脚更立 前脚上步 同时把前手拳打出去 站 上步上十到十五公分就可以了 股子不要卖得太大了 在出拳的一瞬间 走不要打得平直 走心斜下对着四十五度 摸着一下 这样不伤走 手脚一定要做到重复 手脚重复 我们在打这个前手拳的时候 打出去以后这个前脚 称四十五度 称度就可以了 不用使劲往外转 不用拳脚 直接点地就行 点地的时候一定要撑住 头不要超过你们前脚 全往前 肩膀胜肌就可以了 力量来自于身体的重心 交点地的力量 顺势 顺势 腿撑住 把拳打出去 在打前手拳的时候 肩膀一定要送过来 前手拳在实战的应用当中 可以击打对方的头部 也可以击打对方的腹部 踢打头部 上股 踢打腹部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们重心 一降下来 上股 踢打对方的头部 同时做一个测试行动 防止对方的营地 对方的前手拳的营地 重心降下来 不要这么去打 这么去打 头部会 吃营地的 所以在往前上的时候 同时肩膀 重心降下来 上股 肩膀 头伸散过去 后半可以沿后了出去 一 肌腹 肌腹 头 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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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侧上股 迎击 侧上股迎击 这个动作 在对方和你 同时在出拳的时候 如果你做了一个摄像步 对方的全就会打光 你的运动力就不低伤 左脚一定要撑住 身体不要傻 后手可以做一个防守 在实战的动作 在实战中 肌腹 肌腹的动作 一般都是假动作 它连着后手支 后手支 后手板 后手支 顾腹根 刮 scor 腹膨腹 顾面 顾后 顾��� 顾身体 cev 还有右肩部直前一提 站 站 也是头上侧伞 站 左侧 右侧 低腹 低腹 在实战中拳手前的应用 要滑鼓 它是以脊椎为轴 做左右旋转 很放松的把锁皮甩出去的力量 这是假动作 打的动作非常轻快 原地动作变熟练了以后 就可以加上跳滑鼓 每个动作做50到80次 做上4到5度 肩是跳擀 kilos 你不要速倒吼 夫安生